你慢点啊 我说了你慢点吧 没事吧 你退 我差点给你磕了一个 言清大哥请受小弟一拜 说什么 好 高兴啊 真高兴 轩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我在想 如果当年你要去的不是我 现在考上大学的 以后会有你的孩子 是 你 你 你 这事业 已经牺牲得太多了 所以你没有错 也不能怪你 你听听 这帮孩子 他们都认我这个张叔叔 我心里啊 特别满足 别瞎想 你知道吗 我这事业 真的有什么事业 红尼 我感觉都通过 我感觉都无意义 你应该怎么办